現在呢 土耳其全國是進入了四級警戒 意思就是請求國際上的支援 好 事實上的美國地址調查局就說了 這一次的地震呢 很有可能會有一百到一千人死亡 這個range非常的大 另外呢 我國的外交部總統府呢 就宣布了會捐贈這個土耳其政府 二十萬美元 大約是六百萬台幣 用來震災 那麼同時也表達這個台灣是有意願 協助來救災的 另外呢 台灣的跆拳道選手羅家林 在今天也飛抵土耳其了 要備戰這個土耳其的跆拳道公開賽 稍早呢 他是透過了自拍影片 向外界來報平安 至於土耳其出身的一人吳鳳 也在第一時間的時候呢 在臉書上發文為家鄉祈福 同時這個網路上也有一段影片 顯示呢 土耳其在強陣的時候呢 其實有地名 而且呢是伴隨著閃光 接著整個城市就陷入了一片黑暗 帶你來看 哈囉 我們現在平安到土耳其了 然後現在是在土耳其的飯店 跆拳道國民女友羅家林 預計十號迎戰 土耳其 跆拳道公開賽 沒想到團隊飛抵伊斯坦寶備賽之際 卻遇上規模七點八強震 剛下飛機的時候有聽到土耳其 呃 大地震讓我們目前我們團隊都非常的平安 也對 就是請大家可以放心這樣 和團隊透過自拍影片向外界報平安 至於家人都在土耳其的一人吳鳳 第一時間也在臉書發文 表示地震災區很多大樓倒塌 也有人失去生命 為土耳其祈禱 推特上更流傳一段民眾 陸下強震過程的影片 原本明亮的城市 順便變成了一片漆黑 讓人看了出目驚心 根據美國地質調查所觀測資料 這期土耳其強震規模七點八 震源深度僅十七點九公里 震度九級 中央氣象局表示 當年臺灣九二一地震 瑞士規模七點三 最大震度七級 如果將兩者進行比較 能量強度甚至比九二一地震 高出許多 總統蔡英文宣布 將捐贈土耳其眷幅二十萬美元震災 並表達臺灣願意提供即時救援協助 期盼土耳其災區早日回歸正常生活 華氏新聞柴小琦 李宏傑 台北報導